云顶新翁游轮之旅 发生港口出发 check in的时候就会给每人一张卡 这张卡要常带着 是房卡 消费卡 进餐厅时也需要的 这手船上全部的消费都是以行的交易 Wi-Fi需要另外购买 新币9-25枚玩起 之前工作人员也没交代我们进来后要去哪里 所以我们也沙沙地一直走看应该去哪里 因为之前我们坐的Royal Cara B&D船 是帮我们送行李进房间的不需要自己拖 然后一上船就会很多工作人员带你去逃离的地方 解释万一发生什么事情应该去哪里集合 可是步骤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终于看到工作人员了 原来是叫我们自己拖行李去房间 好呗 我们要忙从中的去找房间 终于看到电梯了 好了进房间放下行李先 先去六楼预定今晚的表演节目 每一晚都有一个免费表演节目都是大概9B人左右 然后这次收费的表演节目 运播就没人心的80 我的运播就是我老公 所以也不必浪费钱去看别的男人 这里基本的免费餐厅共有四个 分别都在七楼八楼和十六楼 在六楼的大厅常常有些游戏 来我们继续到处走走 先去我们期待的泳池 泳池很大也有几个按摩泳池 来看看周围环境先 泳池在十六楼 泳池后面就是行来休闻了 吃下午茶或夜宵就是这个地方 现在大概下午四点了 看看有什么下午茶 哦 有两个大厢里发现着可爱的牛油鸡 找个位置 现在看看美景 吃饱饱后又到处走走 现在上多一层就是十七楼 可以看美美的风景 这个滑梯超吃鸡我们也很期待 这里是十八楼了 很多小云东都是人女丸 然后我们先到处走看 吃鸡我们下午茶 吃鸡我们下午茶 用池浸在一个鸡店 和池浸在许巨店 挣池一那个鸡店 1个鸡店 有两个鸡店 一个鸡店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这个游戏140公分身高就可以玩了 为了安全起见 工作人员也会把你的戒指用胶布包起来 我爬上楼看一下他们玩什么 好 这里是16楼地边子油 每一次游戏收费是新币2元 你只需要用那张瓜在你身上的房卡 第一下就2元 然后最后一天你记得还清你的账单就可以下邮轮了 如果你迷路了也不用担心 船头船尾的电梯附近都有这个图 走去外面看看风景 现在我们去吃晚餐 这个是在8楼的餐厅今天是中餐套餐 这个是在8楼的餐厅今天是中餐套餐 今天的菜市都不错 上菜也特别的快 今天是六菜一汤不够吃可以再点 吃饱饱就走7楼地上餐走走 这里还有很多包包做特价 这个时候很多地方都有工作人员释放安全措施 晚上出来看看夜景 晚上8点船就开始向新加坡出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有一个很美的地方拍照 就是在泳池帮边上一楼 晚上9点了 要去7楼的星座剧院看表演 是要的 今天发展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晚上十点了 去吃夜宵 用炒面面包糕点和粥 另一天的早餐的睡醒又去吃早餐 今天去七楼的早餐自助餐 大腿 téled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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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